前两天加心加善的刘阿姨来到银行 说要转十万块钱给陌生人 阿姨的老伴则在一旁不断反对 银行工作人员一听就感觉不对劲 在劝说无效后立即报了警 刘阿姨说这个理财给的收益率非常高 高达20% 这种不合理的收益率 更是让银行工作人员确定 刘阿姨遭遇了诈骗 这么多从业经验来讲 也正常的一些正规的公司 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利率的 那么当时我们就拿出那个手机 在那个天眼茶里面 给他搜索这家公司 他是没有的 可是无论银行工作人员怎么劝说 刘阿姨都不听 甚至民警到了现场 他依旧坚持要转钱 他还是就是也是抵触心理比较厉害的 因为他觉得呢 这个是等于说挡他财路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投资回报率非常高 我们跟他说了之后呢还是说不通 当场劝不好 民警只能把刘阿姨带到派出所继续劝 经过交流民警才知道 原来刘阿姨之前就已经投了五万元 他不想这笔钱打水漂 交流天记录呢 就是叫他继续投钱嘛 就是赢得更多的利益 那么他呢也是非常心动 然后就去银行想再次汇款 他们这里的私人账户 还有一些转账记录 非常奇怪是吧 你看你转账他对对方就只一个 一个个人呀 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肯定不对的 没有一个那个他投资中资费用 随后民警又给刘阿姨看了很多类似的案例 这才让他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子 放弃了继续转账 目前案件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 并不得了 简单 公园 il 疆